江曾銀貴分出市 習鎖定吳官正家族 歡迎收聽新視角聽新聞 2021年至今 尤其中共兩會之後 當名金融高管落馬 包括農業銀行江蘇省分行 原行長高友清 廣泛銀行天津分行原行長趙勇 農業發展銀行 河南省分行原副行長楊白露 中國銀行福建省分行副行長林全偉 另外多名金融高管被商開 包括中國進出口銀行專職評審委員李柏妍 匯達資產托管有限責任公司原董事長陶曉峰 光大事業董事長朱惠文 副總經理王智陽等人 中紀委官網發文強調 光大事業董事長朱惠文 副總經理王智陽被商開 再次釋放金融領域反復的強烈信號 根據中紀委的最新消息 在3月24日 中共中紀委國家監委網站 援引駐中國農業銀行紀檢監察組 上海市紀委監委消息通報 中國農業銀行江蘇省分行原黨委書記 行長高友清 涉嫌嚴重違紀違法 目前正接受紀律審查和監察調查 高友清1959年8月出生 江蘇張家行人 2002年9月至2009年10月 歷任中國農業銀行江蘇省 張家行市 資行行長 蘇州市分行黨委委員 副行長 毛錫市分行黨委書記 行長 蘇州市分行黨委副書記 副行長 2009年10月至2013年8月 歷任中國農業銀行江蘇省分行 黨委委員 副書記 副行長 2013年8月至2014年5月 任中國農業銀行江蘇省分行 黨委副書記 副行長 之後到2017年6月 升為黨委書記和行長 2017年6月至2017年9月 任這家分行的黨委委員 2017年9月至2019年9月 任中國農業銀行江蘇省分行 港巡視員 9月後他退休 時事評論員李燕省分析 江蘇揚州是中共前黨魁江澤民的鄉下 毛錫是前中共政法委書記周永康的鄉下 高友稱長期在中國農業銀行江蘇分行任職 極具江澤民江蘇幫銀貴的角色 江蘇和毛錫官場近期正被習近平當局清洗 之前在2020年12月28日 中國農業銀行四川省分行原黨委委員 副行長吳銳被查 或者掃描QR碼進入網站 向下拉螢幕 點選這個按鈕 出現更多的選項 選擇你要支持的節目按裝 輸入信用卡資料或是PayPal帳號 就可以順利訂閱啦 訂閱Patreon香港大紀元 每月30元美金 就可以收看頻道所有影片 包括石山、瑞秋、珍姐、SAT 和雪兒的節目 您的支持 請按鈕